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日前登场 这个亚洲最大的航空展 吸引各国政府高阶官员及军方代表团参与 也有国防与军火业者展示最新武器系统争取商机 由于COVID-19疫情影响 本季航展规模较2020年缩水 改以企业对企业的方式进行 不开放一般民众进场 不过备受瞩目的飞行表演 在航展期间仍照常举行 民众透过线上直播就能欣赏 亚洲最大的新加坡航空展日前登场 共有近600家来自超过39个国家及地区的厂商参展 吸引各国政府高阶官员及军方代表团观展 也有国防与军火业者展示最新武器系统争取商机 接着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加坡张仪展览中心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正在这里举行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参展规模虽然比往年还缩水 但是飞行表演仍然照常举行 飞行特机表演是新加坡航展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航展期间各国军机鸣航机轮番上阵 吸引展场人潮驻足观看 新加坡空军派出H64D阿华器攻击直升机 展演军事性能 而空中巴士派出A350-1000型 波音公司则派出B77G-9型 但新型特机参与飞行表演 主观单位表示 这两款机型是首次在新加坡航展浪向 地面静态展示部分 新加坡空军展出A330多用途 加油语运输机 GH225M型直升机 德国空军展出A400M运输机 美军则以F35A战机等其他机型参展 受COVID-19疫情影响 今年航展规模较2020年缩水 参展厂商比上届少了约三分之一 这次以企业对企业的方式进行 不开放一般民众 不过出席者进场前得扫描QR Code 并确认疫苗接种状态 遵守防疫规定 中央设计有侯资营新加坡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 意大利威尼斯嘉年华 睽違两年后热闹登场 吸引不少大小朋友齐聚欢庆 民众精心装扮在街道穿梭 在疫情下甚至可以看到结合面具与面罩的另类装扮 尽管气氛没有往年热络 不过对民众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象征对生活逐渐回归正常 戴着面具手拿道具 民众精心装扮成各种人物 欢迎威尼斯嘉年华回来了 在街道穿梭的民众兴奋不已 河道上也有相关活动在进行 威尼斯嘉年华向来吸引全球游客参与 但自从2020年2月爆发COVID-19首起确诊案例 疫情迅速蔓延 当年活动立即喊他 隔年又因为政府忙于控制疫情而取消 直到近几个星期以来 意大利新增确诊和住院率都在下滑 政府日前也终结绝大部分 室外戴口罩的规定 不过为了避免群聚 游行等部分嘉年华活动 仍无法举行 只开放部分活动 这个始于好几世纪前的威尼斯嘉年华 是为了在复活节主日前40天的进食前 戏剧狂欢一番 传统装扮的面具是为了掩饰身份 尽情跑趴而戴 如今可以看到有人将面具与口罩 结合成疫情下另类的装扮样貌 今年威尼斯嘉年华主题向未来致意 日记举办这3月1号 尽管街头上擅装打扮的人并不多 气氛也没有以往任好 但对民众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象征让生活逐渐回归院长 中央社组合报告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的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最坚强的新的同学 反正看起来很讨厌 他们输那个油头 然后讲话就很gay-band 那时候比较瘦 敢输那种头 现在不敢 那时候凯莉也是啊 也是比较瘦 其他也不想讲 我前几天在Uber上 跟我老公小抱怨一些我的想法 然后我吓得实际说 凯莉我喜欢你的脱口秀 请继续加油 我想 完蛋了 GG 所以我后来在Uber上都不讲话 你说重振啊 你看看呱吉为什么要重振 他那个样子还不够惨吗 带你来关心生态保育消息 中非共和国北部 许多野生象类长颈鹿 以及猫科动物 遭到查德 苏丹 以及边境间叛乱组织过度倒裂 自1960年代起 已有超过八成物种消失 为了挽救生态危机 美国非盈利组织 国际衍生物保护学会 与中非共和国签署25年合约 努力富裕冰为物种 期望拿回四分之一的保护区域管辖权 来到非洲中部 绵延数千公里 幅圆广阔的热带丛林 是许多冰为物种的家园 这座国家公园位于中非共和国和查德边界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然而这一幕生机盎然的景象 是一群无私的守护者 二十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心血 自1960年代至今 在中非查德 苏丹等国边境 已经有超过八成的物种消失 拿起传讲 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环境守护组长 恩古文达 带领旗下二十五名巡逻员 沿着两百公里长的八名集合用力的滑 就怕又有人在这一带烂捕烂杀 这边河流巡逝才结束 恩古文达隔天紧接着 再踏上五个小时的车程 来到另一带偏远山区 这边还有更严峻的任务 正在等着他 另外这组二十人左右的人马 手无寸铁 甚至连几台像样的交通工具都没有 却要负责追踪 并区分出珍惜物种和盗猎者的路径 好消息是尽管团队已小博大 却也渐渐发现部分哺乳类动物的生活足迹 被认为是物种复苏的迹象 亦有消息团队的巡逻员都会透过GPS 把资讯传送到距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处的据点 进一步追踪掌握 根据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统计 光是2021年就逮捕了超过三百名盗猎者 这还不包含来自邻近国家的游牧族群 他们每年冬天都会带着三十到四万头牛进入公园 对生态产生威胁 这座国家公园处于热带草原和森林的 过渡地带汇集了来自东非和西非的珍稀物种 包括黑犀牛 大象 河马和红鹅邓林 以及大量的草食动物 这个曾经充满生命力的国度 面对盗猎和放牧以及反叛组织的种种威胁 这群守门员日以继夜的努力 希望能够守候这些珍稀物种 重建网门盛事 中央社综合报导 COVID-19疫情重创观光业 应属克什米尔的旅游业者为了提振经济 连续两年在雪地中改冰屋咖啡厅 成功引发话题 游客纷纷上门 今年甚至打破世界记录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冰屋 白雪纷飞 民众接连着走入外表像是山丘的冰屋 冰屋内部有冰雕设计摆设 还有数张桌椅 让民众坐着喝咖啡 这座冰屋位在应属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路的贡马海拔 2700多公尺 在冬季时是滑雪顺地 但疫情影响观光大受打击 当地业者为了吸引游客 自去年开始打造一间冰屋咖啡厅 成功获得关注 今年冬天再继续盖了一间冰屋 尺寸比去年的还大 冰屋直径约13.5公尺 11.5公尺高 可以容纳约40人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冰屋 打破金氏世界纪录 业者表示 冰屋是人工耗时两个多月日夜赶工而成 但冰屋的寿命也将随着冬季过去而结束 明年再重来 庄社综合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